我是Enter,欢迎收看Enterbox 我觉得FS67这个系列真的是华云推出最具革命性的产品 它极速度、大容量、静音、Oflash于一生 而且我们这次开箱的产品总价值达到26万 有10条WD RED S700的4TB 总共40TB的容量,蛮壮观的 也趁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Oflash的优势 从外观大小来说,它大概就是两台路由器的大小 整体外观还是比较电竞的取向 前面开机按钮还有周边的灯光线条 营造出如跑车尾灯的速度感 前置有一个USB-A支援到了10G 后置有防盗锁、光线输出 两个USB-A支援2.0 还有一个TENGI网络、HDMI 还有一个USB-A支援到10G的 一个Reset和一个Power In 拆开机壳可以看到机身被主机板占满了 而三分之一的区域就是安装MW2-2280的空间 是2倍的是正反两面各6条 那6倍的就是单面 蛮不错的是,在系统中你也可以看到 它会在画面上提示各条SSD安装的位置 就可以对应到主机板上面SSD的编号 算是有基本的管理功能 MW2的优势在于它只有小小一片 相较于2.5寸、3.5寸的硬碟 体积就小非常多了 那么在整机的体积上就可以小更多 以FS6706T就是6倍的来说 相较于6倍3.5寸的机种 真的是小非常多 那就更不用说高阶这台可以装到12条 真的是很难想象这个体积可以压到这么小 当然在目前市场的价格来讲 单位容量上硬碟还是有绝对的优势 不过消费级的SSD相较以前真的是越来越便宜 加上SSD还有其他优势 除非是有电子销效 不然SSD是完全静音的 不会像机械硬碟有马达转动的声音 或是磁壁运作的声音 硬碟如果只有一颗的话 或许很多人是可以接受的 不会到太吵 但是像NAS这样 一次要抓好几颗阵列的机械硬碟的时候 它同时运转的声音在安静的地方就难以忽视了 在这台机器推出来之前 华云它本身相较于其他品牌家用型的NAS来说 它们家在风扇上的调校本来就是比较保守的 但也比较静音 实际过往我在使用华云的机种 不管是待机还是持续几十分钟 天机网路的资料传输 在预设的风扇调校下都是很安静的 当然如果你希望散热更强 也可以到系统中设定提高风扇的速度 这颗风扇也是比较少见的博扇 它才有办法维持整齐 不要到太厚 也可以SSD留下可以安装散热片的空间 另外这个风扇安装的方式也是很特别的 风扇它是装在底盖上面 那风扇连接它是用USB-A 所以当滑开或盖回这个底盖的时候 就会有USB-A的接头的阻尼感 这个手感是很不错的 在好奇心使然之下我也做了一些其他测试 例如说我把单独这个底盖的USB 插到其他装置上面 风扇本身是可以转的哦 不过如果把iPhone插在这个主机上面的USB-A母座的话 想说帮iPhone充个电 它是完全不会动的 那Offlash第三个好处就是没有震动 机械硬碟基本上都不太能承受震动 特别是有在读写工作的时候 但是SSD就没有这个顾虑了 那当然对一台NAS来说 基本上大家也就是放着不会动它啦 但如果你将NAS放在桌上 即使你能够不受机械硬碟的噪音 那桌子其实也会有机械硬碟的震动 以前你可能也需要帮NAS找个够稳 也能够承受整台机器的空间还有架子 加上机械硬碟可能整台机器就五六公斤了 但是FS67 即便插满12条SSD 重量也只有一公斤出头一点点而已 跟一台轻薄笔电差不多 就很适合放在各种地方 所以除了大家能够想象的 SSD虽然比较贵 它速度也比较快 但是它不止速度快 在实际其他影响体验的实际使用感受上 SSD都有它的优势 而华云凭借着过往的这些优势 在静音方面也有突出的表现 当然要建构oflash就是要选SSD 这边一共有10条WD RAID S700 4TB 一条的价格大概2万多 10条大概是24万 那目前M.2比较多 还是1TB跟2TB 4TB我知道它当然有 可是实际上在市场上 它的选择性就是比较少的 而SN700 它的价格也比一般4TB的还要贵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设计给NAS使用的 所以主打可以2400期的运作 也才能符合NAS这种几乎不关机的使用特性 这一点就跟我们平常在用的 电竞SSD或外接的SSD特性就很不一样 在这10条当中 我也随机挑了两条 拿到PC电脑上面 还有外接盒做一些测试 从PC上的测试也可以看到 在Crystal Disk Mark快乐表 也可以接近标识读取的3400Mb 还有写入的3100Mb 在真实世界的场景情况下 反倒是写入比读取还要高 这个是比较少见的 而在IDA64当中 全叠读取稳定在2800Mb 全叠写入在起始有比较快的速度 后面就稳定在2000Mb 在耐用性上 SN700它使用的是TLC的颗粒 而非QLC的颗粒 一般来说 TLC颗粒就是比QLC还要好 而且这款它也是有自带DRAM的规格 以同样4TB的QLC SSD来说 它的耐写寿命可能只有1000-2000TBW 比较便宜的TLC SSD 大概也是2000-4000TBW 但是像SN700它标志是可以达到5100TBW 也就是这条SSD的价值所在 毕竟NAS它的使用情况 很可能都是有比较重的写入负荷的 目前WD RED SN700这一条 它也有通过华云给FS67系列的QVL QVL就是产品支援列表 这代表华云还有WD 它们有实际测试过 这样的产品搭配是可以稳定使用 对消费者来说 这样在相容性上面是比较有保障的 当然NAS其实并没有规定你一定要装什么等级的SSD 这一点就跟过去在NAS里面装机械硬碟类似 目前Oflash的NAS机种虽然少见 但也不算稀奇 很多厂商都有出 华云其实它还算是比较晚进入的 但是我发现它一进入就是大到一挥直接空降碾压 直接给出6条和12条的M.2机种 而且价格其实意外的亲民 比我预想的还便宜啦 这个定价到底是厂商吃错药 还是我们消费者真的买到专到吗 我们来剖析一下 我们首先来看PCIe 从PCIe分配的角度来说 ASUS TOR真的是把这颗处理器的PCIe用的淋漓尽致 以6倍的机种来说 N5105它分出来的8条PCIe链 两条链就分给了两个2.5G 然后剩下的6链全部分给M.2 每两条链一组 经过Switch 然后再分给两条M.2总共三组 而是2倍的FS6712X 同一颗CPU 所以它一样只有8链 首先两链它分给的Tanky网路 使用的是Marvel的AQC113 剩下6链 一样每两条链一组 经过一连串的Switch 分给4条M.2 每4条M.2一组共三组 它就是正面的第一条跟第二条 还有背面的第七条跟第八条 它们是一组的 依此类推 如表上所示 使用的Switch 也是华硕的关系企业 ASM1480和ASM2806 这样的设计让是2倍的机种 不管是正面还是背面的SSD 都能发挥到至少一条PCIe链的速度 那么这样有一个疑问 就是在安装单条 然后或是使用两条三条四条 组成的Volume的情况下 速度会不会有差异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讲一下测试的环境 因为以这台NAS来讲 它只有一个网路孔 那基本上我们不太可能 用这个网路孔直接连接到电脑来使用 当然理论上实际上是可以的 不过大多数用NAS的人 应该还是会接到Router 或是接在Switch后面 所以我们先来看 就是如果Mac直连到NAS 跟NAS经过Switch再到NAS 这两种会不会有差异 那看起来是 有速度会有来回 那没什么差异的 可能是因为我们使用的网路线 距离比较短 大概都5公尺以内 所以没有明显的差异 那经过上面的解释 你就会明白 我主要是使用iMac 透过Thunderbolt 转接Tenkey的网路 然后连接到TP-Link的TLSX105 这台Switch 然后再从这台TenkeySwitch 连接到Aso Store FS6712X 这是一台Fanless 5Port的TenkeySwitch 所以它完全没有风扇的声音 刚好可以取代我之前另外一台 规格更高的8Port的Switch 是Nagir的XS508M 这台我们之后 就把它放到需求更大的网路的中枢 从实测结果看起来 单条SSD速度的确会稍慢一点 但差异其实不到10% 而且有时候它也不见得比较低 那看起来两条主Volume 或是刻意跨PCIe链 组成的三条四条或八条的Volume 速度也没有差多少 因此我觉得 如果你想单条单条一个一个Volume的话 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我关心上还是会优先选择两条一组 毕竟它不像机械硬碟 动辄就10TB以上 SSD的容量 有时候你可能会要顾虑到你的Volume 不想要太小 那两条组4TB的话 也才有比较大的Volume空间 那至少我就可以做一个8TB的Reading 以Blackmagic和Ajar的速度测试 如标所示 都有发挥到10G网路的速度 那表现都挺不错的 不过同一时间 CPU的占用率大概就到40-60% 那这其实挺可观的 不过这个是用测速软体去跑出来看到的效能情况 那如果用实际的档案呢 这边准备了一包影片档案 档案的大小大概是50.5Gb 从Mac传输到NAS花费了2分5秒 平均速度是404Mbps 而在NAS里面的Volume里面互传的话 速度大概在1分03秒到1分10秒左右 换算速度大约是720Mbps到800Mbps之间 这个情况下CPU的占用率差不多也是40-60% 咦?那我就很好奇了 如果我同时将资料透过10G 然后传进NAS里面 又同时让NAS里面不同PCIe分组底下的Volume 互传资料 那会怎么样呢? 在这个情况下 CPU的占用率已经在80-95%了 是真的蛮紧绷的 NAS里面的Volume的档案互传速度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10G网路从原本的400Mbps掉到剩下150-200Mbps之间了 所以这个算是12倍机种的一个小瓶颈 那因为我没有测过FS6706T就6倍那一台 或许在两个2.5G的机种的压力下 它的CPU占用率就不会到这么高 那至于在DRAN方面 以这台4GB来说 这个DRAN是非常非常够用的 在传输上面这些测试的时候 它大概才用10%到20%而已 我觉得暂时是没有升级记忆体的压力和打算 好那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这颗处理器 它使用的是Intel的N5105 这是一颗四核四指行序的处理器 这颗处理器它基本上是取代掉J4125 作为这个的升级后续款 过去这个等级的处理器 广泛被各家运用在它们的中阶机种NAS里面 不过我觉得这几年这个趋势有一点被动摇 一方面是Intel在嵌入式产品 在挤压膏 效能进步频发 有越来越多NAS厂商采用 那第三方面 随着近年SSD 2.5G 10G 这些走入平价消费级的规格 理论上对CPU的效能需求是更高的 但是Intel在这个等级的CPU的进步幅度 其实没有跟上这个需求 就会显得有点无力 而回到ASUS TOR的产品线 你会发现它们中阶机种 全部都用这一颗 简直是把N5105玩到成金了 搭载这颗处理器的机种的价格 甚至可以达到一倍以上 因此不免得 对较入门的机种来说 这个处理器的性能是绝对够用的 但对于像FS6712X这样有Tengy的机种 光Tengy就很够它忙了 所以这边也给大家一个建议 如果你使用的是FS6712X 而且吃到Tengy网络 那么你就不用期望它还能帮你处理 其他很大型的任务 但是你也不用担心 它长时间跑Tengy 我目前用下来就没有发现什么掉速的问题 是很稳的 风扇也很安静 这次的选购建议 我觉得我们先脱离价格这层考虑 因为市面上其实也没有这样的机种可以比较 如果你致力于搭建2.5G的系统 那就选择便宜的6706就可以了 除非你觉得12条才够用 反正6712这一台 它也可以向下兼容2.5G或5G的网络 如果你是致力于搭建10G的系统 那就是选FS6712X 就不太需要考虑 因为它也没有出FS6706X 那么相较以前的机种来说 我觉得在价格方面 我就会特别想要刻意拉离选购建议 倒不是因为它卖的贵 反而还是因为它卖的有点便宜 有这个需求的人 光是买SSD的价格都比NAS本体还要贵了 所以这次在选购上真的没有什么障碍 因为市面上能满足这样需求的产品太少了 甚至可以说它是没有竞争对手的 那几个月前我第一次知道 这个产品这个规格的时候 我想说 哇12条M.2太酷了 然后我后来知道价格 不到3万好便宜啊 但是仔细想了一下 其他品牌采用N5105这颗CPU 或是差不多等级的产品 价格大概在1万到2万之间 就连华元自己的S6704T也才卖2万不到 那S6706T才有卖到2万6左右 那个是少数 那更何况是FS67ERX卖到2万7 所以我脑补了一下 如果我是华元的话 我可能会有什么反应 或是我决策的过程 我可能会想说 我们这个机器规格真的太奇葩了 根本就没有对手啊 而且真的是很实用 卖个3万块出头不过分吧 不过我们看到实际情况是 现在价格不到3万 我觉得华元很可能因为他们第一次卖 然后也不敢标太高 所以才会出现像我们看到2万7这个价格 那当然搞不好他们是另外一个想法也不一定 但是以这次FS67卖这么好的成绩来看 我觉得下一代很可能就会加个3000或是更多 我觉得都蛮有可能的 那当然如果有升级更强的CPU Intel AMD的都可以啊 那给个USB-C 我觉得直接定位成高阶机种 软体功能可以更丰富更好用 那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小细节 但是M.2的这个卡扣 它相较传统的索罗斯方式 真的是方便很多 对于有这样许多M.2的要安装的机种来说 是非常必要的 不然真的会疯掉 那不过我也希望有一个小小改进的空间 我希望它可以换成像ASUS主机版上面那种 Q-Latch的那种方式 那使用体验会更好 那当然如果用Q-Latch的话 我会希望它还是有个卡扣的一个段落感 第二点就是我希望可以降低这个三热片的价格 或是有些搭配这台机器的促销 不然我买个12倍的就要买6条 现在两槽的驴脊型它卖899 我觉得是不是有点过了 那这个价格我去做个同的可能都没那么贵吧 最后我也希望可以缩小主机版的尺寸 腾罗出更多空间可以把电源做成内置型的 这样电源就不用做成外置的 我会更喜欢 那ASUS TOUR它不像其他品牌有推出2.5的机种 倒是直接以M.2切入O-Flash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大的革命 这次推出FS67的命名 也显示了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优别于过去的AS的系列 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很好的 那这次价格也很杀 FS67在规格还有应用上面都是很成功的产品 最后也广告宣传一下 如果你有使用NAS的M.2的SSD 也可以考虑WD的RAID SN700 那我们之后会单独对这个SSD写一篇文章给大家看 我们最近已经开始把旧的华语NAS里面的资料 搬到这台新的FS67里面了 我想以后一定还有更多心得还有感想可以和大家分享 所以这部影片真的做得比以往还要更长一些 那邀请您按赞订阅分享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